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4的练习题啊 呃,说这一边呢 题目在这边,嗯,二氧化碳呢 二氧化碳器,这个应该是写错了 他的二氧化碳的那个液体跟固体啊 分别是什么颜色的,那二氧化碳呢 跟这个氧气不同啊,氧气的话 他是淡蓝色的液体,还有也是蓝色的固体 那至于这个二氧化碳的话呢 他的,他是液体来讲呢,是5色 那一般上呢,如果你一个大气压强之下呢 他不会出现液体的情况啊 你必须要加压给他啊,才可以去到液体 那这个固体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干冰啊 他是冰雪状啊,白色的啊 白色的固体 二氧化碳的密度是怎样的呢 他是比空气来的大,略大嘛 比这个二氧化,当然比氧气来的更大了啊 氧气,因为氧气是O2哈 他还要是CO2还要多一个C啊 所以他的这个密度呢,是比这个氧气的都更大一点 然后呢,这个也好像有土的吧 那我们来开一下那个土啊 啊,他的是一个做一个实验啊 类似做实验这样子 他有一个杠杆两边左右两边放了纸袋 然后右边那个纸袋呢 他倒进了二氧化碳 所以他会向右边倾斜 对吧,向右边倾斜 所以右边那边会向下沉 啊,因为二氧化碳会比较重 比空气重啊 所以这个是他的实验图这样子的 再另,呃,这个实验当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因为二氧化碳的密度呢,比空气大 因为左边那个是空气嘛 左边那个纸袋是装了空气 所以你右边倒了二氧化碳 将右边二氧化碳会向下沉 代表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来的大 OK 然后呢,再来看另外一个实验的吧 还有另外的这个实验啊 你倒这个二氧化碳啊 进去那个烧杯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呢 蜡烛下面的蜡烛会先灭 对不对 会观察到下面的蜡烛会先灭掉 啊,不是两个一起灭啊 也不是上面的先灭 呃,其实你注意看图 你也看到下面的灭了 上面还没有灭啊 呃,原因是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 这边特地有告诉你了 要复选两项 第一点当然就是二氧化碳呢 的密度比空气来的大 所以呢,二氧化碳呢 就会沉在下面咯 它慢慢的累积累积呢 就往上升 你越倒越多 它就累积向上升 那为什么二氧化碳一碰到了这个蜡烛呢 呃,就会灭掉咧 因为二氧化碳不支持燃烧 啊,也不助燃 啊,因为它不支持燃烧 不支持,不帮助燃烧 还有不会燃烧啊 所以两个原因 ok,so,啊,这两个啊,就可以了 它跟融与水没有关系吧 在这边我都没有放水 对吧,所以你很多 其实东西很逻辑的 对吧 这个是完全跟这个实验没关系的 然后呢 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它是装了水进去 呃,里面是二氧化碳的 那里面呢 充满二氧化碳的软塑料 然后呢 放了蒸馏水之后 盖紧它摇摇摇摇 所以呢 它的这个塑料瓶呢 应该会扁上去了啊 为什么二氧化碳融进去 水了 然后它就会 呃,呃,空气 你可以讲说那个空 空气那一边的体积减少 因为融进去水了 啊,so,它的这个体积减少 整个会变扁下去 然后会扁下去 然后呢,这个实验呢 得出什么结论啊 当然因为二氧化碳融进去 所以它才会扁啊 所以这个呢 只是要说明说 二氧化碳呢 会融在水 啊,会融在水啊 ok 然后融在水里面呢 二氧化碳融在水里面 它是跟水 它其实不是单纯的融 像盐的话 它是单纯的融掉 啊,盐融在水 它的这个整个性质来讲呢 没有多大的变化 但是呢,在 在二氧化碳融在水 啊,那个水本身呢 会变酸性的 所以它其实是发生了化学反应啊 可以这样讲 啊,它其实是进行化学反应 变成了碳酸 啊,变成了碳酸 呃,碳酸是H2CO3 哎,你会看到H2O加上CO2 就会得到H2CO3 啊,所以 呃,完全 啊,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 啊,方程式 硫酸是S的啊 酵酸是N的 你的盐酸是Cl的 所以你一看啊 CO2当然是碳的啊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最后一题 我们的石灰水啊 氢氧化钙如果通入二氧化碳的话 它就会变成混浊对吗 那个混浊那个白色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啊,其实是二氧化碳 跟这个氢氧化钙 反应变成碳酸钙 啊,变成碳酸钙 所以这个白白色的那个沉淀啊 啊,就是碳酸钙沉淀 OK,所以这个也是蛮简单的啊 OK